透过三十信念法会 也希望能够将功德回向历代祖先 三十信念是佛教以超度方式 帮助往生者与生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仪式 信众以身体动作、口颂、意念专注 来观想阿弥陀经的经文 三十信念的佛式 它是由我们中风国师他所编著 这一场三十信念的佛式最主要 我们是明扬两立 一方面我们参与的所有的菩萨们 能够借着这个三十信念的佛式课程 来了解我们佛陀告诉我们 这种修行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 如何消除我们的业障的一个殊胜的佛式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借着这个佛式 来超见我们的祖先 以及我们所有的亡灵 让大家都能够借着这个三十信念的佛式课程 能够来解除我们的这种痛苦 能够离苦得乐 那究竟最后能够得到解脱 这是我们办这一场三十信念 它最主要的一个意义 三十信念每一时的开示 有禅有静有教有密 非常心有难得 借着三十信念佛式 让大众了解如何让我们的心清净 并将功德回向给历代祖先 以达名阳两例 十方新闻 黄慧如 肖瑞峰 高雄采访报道